四川最受欢迎的八道春菜做法 最后一道好吃到剁脚 第一道 水煮肉片大家都爱吃 自己却总是做不好 今天分享一个简单的家常做法 前腿肉切成薄片 加蛋清 生抽 淀粉 充分抓匀腌制十分钟 放一勺食用油 肉片更加的嫩滑 油热放入葱姜蒜辣椒 一勺豆瓣酱和火锅底料 炒出红油 加入适量清水 水开后煮两分钟捞出料渣 加盐鸡精 生抽 老抽调味 再放入自己喜欢的配菜 煮熟后捞出放在碗里 开小火均匀的下入肉片 煮熟后再轻轻推动几下 连汤带肉倒入碗中 放蒜末 葱花 花椒 辣椒粉 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二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想吃酸菜鱼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首先老坛酸菜切成段 鱼骨剁成小块 鱼肉披成厚薄均匀的片 不会的可以让鱼老板处理好 切好的鱼片加一大小盐 用我的左手抓一分钟 可以去除杂质和腥味 再用清水多清洗几遍 清洗掉鱼片上的粘液 控干水分 加盐和胡椒粉 抓拌至鱼肉上浸 抓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再放蛋清 这样蛋清才能裹住鱼片 最后加一小槽淀粉 抓拌均匀 鱼片就腌制好了 油热下鱼骨 每天分享一道家常菜 能不能给的小爱心鼓励下 非常感谢 鱼骨煎制两面金黄 放通姜 泡椒 切好的酸菜一起炒出香味 加盐和鸡精 小半碗白醋调味 然后捞出鱼骨垫在盘底 慢慢的加入鱼片 从小火煮30秒就可以了 放上蒜末 干辣椒 花椒 桃花 浇一勺热油激发香味 学会这道酸菜鱼 再也不用点外卖了 第三道 奶奶从小就告诉我 以后想吃麻婆豆腐 切记不要直接下锅就煮 想要做出来嫩滑又入味 其实你只需多加这一步 锅中水开加一小槽盐 下入切好的豆腐 这一步不仅能让豆腐不容易碎 也能提前入个底味 煮两分钟捞出 另起锅把剁好的肉末煸炒出油汁 再下通蒜小米辣 一勺豆瓣酱 料酒巨星 千万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做菜 您就给个鼓励的小红星支持我一下嘛 非常感谢 炒香后再倒入一碗清水 加盐鸡精 生抽 花椒粉 再下入豆腐 大火煮开后少量多次的加入水淀粉 豆腐才能均匀的裹上汤汁 最后撒上花椒粒葱花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麻婆豆腐又嫩又滑 非常好吃 最后告诉我你学费了吗 第四道 很多人都喜欢吃毛血旺 饭店一份88 自己在家做只要8块8 做法一点也不难 闭上眼睛都能学会 首先将午餐肉和鸭血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锅中油热下铜姜蒜 一勺豆瓣酱 一块火锅底料 炒香炒出红油 加入99度的开水 调味加生抽 鸡精 白糖 蚝油 水开后倒入自己爱吃的配材 烫熟后盛出备用 再放入鸭血和午餐肉 先煮个30秒 再倒入毛朵 烫15秒就马上捞出来 倒入剩余的汤汁 再放蒜末 干辣椒 花椒 铜花 饼上所烫的热油即可 麻辣鲜香 喜欢就点个赞收藏起来吧 谢谢 逼我到 很多人都以为剁椒鱼头是蒸出来的 其实用锅煮出来的鱼头 会更加的入味还特别好吃 清水中加葱姜 一小勺盐条橙葱姜水 把鱼头放进去浸泡10分钟 这一步不仅能去腥 还能使鱼肉更加洁白鲜嫩 每天分享一个做菜小技巧 留个关注 每天想吃不会做的随时还能找得到我 买回来的剁椒 用清水冲洗一下降低本身的咸味 再加蒜末小米辣 通发 焦热油激发出香味 调味加生抽 蚝油 鸡精白糖 胡椒粉 搅拌均匀备用 油热炒香葱姜蒜 搭配点金针菇和嫩豆腐 盖上鱼头 再均匀的铺上剁椒酱 煮8分钟 这样炖出来的鱼头非常的入味 汤汁用来拌饭拌面真是一绝 第六道 为什么饭店的回锅肉那么好吃呢 其实做法很简单 几分钟就能学会 新鲜的五花肉冷水下锅 加葱姜 吊酒 煮15分钟后烙出 切成均匀的薄片 锅中少油倒入五花肉 慢慢煸炒出油脂 加姜 蒜 干辣椒和豆瓣酱 继续煸炒出红油 再放青红椒 盐 鸡精 生抽 蚝油 大火翻炒入味 最后撒蒜叶 翻炒个六七八架即可出锅 你看 是不是很简单 第七道 饭店里的鱼香肉丝 为什么那么好吃又入味呢 今天我就把这个简单好吃的家常做法 分享给大家 首先里脊肉改刀切成丝 加盐胡椒粉 生抽 铜姜水 抓汁肉丝细饱水分 再加一勺淀粉抓匀 按这个顺序来 肉丝又滑又嫩 最后一勺 食用油锁住水分 碗中加适量清水 陈醋 生抽 白糖 淀粉 这个汁 可以做各种鱼香菜 锅中油热 先把肉丝下锅滑散滑熟 盛出备用 另起锅通蒜末炒出香味 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 您就给个关注吧 方便下次想吃 不会做 随时找得到我 放胡萝卜 木耳丝 翻炒汁断生 再倒入腌好的肉丝和鱼香汁 加青红椒翻炒均匀寄个出锅 这样做的鱼香肉丝 又香又好吃 你也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第八道 以后要是想吃辣子鸡丁 不要出去买了 也就像我这样在家做 香辣过瘾越吃越想吃 首先切好的鸡腿肉 加葱姜 料酒 生抽 老抽 盐 胡椒粉 蛋黄 淀粉 抓匀腌制入味 六成油温下锅炸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炸熟炸至金黄捞出备用 另起锅下葱姜蒜 花椒干辣椒 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炸好的鸡丁 加适量盐 糖调味 翻炒均匀 再撒上芝麻和葱段就可以出锅了